各位老師 各位職工 各位工友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裏 為了盆佑127年獻上我們的感恩 各位同學 剛才我們讀校庭的體驗經文 我們練到我們的鮮熱 創造一業有一業的歷史 我們看見我們的短片 我們看見神如何帶領我們 經過一個恩典之路 我們聽賀寧老師的眼睛 看見一家學校怎樣可以榮神益人 各位 在一切之中 我們練到的是 神與人同工 成就美事 其中有喜有憂 有苦有樂 讓我們在這裏 一齊 立刻去聽神對我們所說的話語 各位同學 請看一看這一節的經文 這節的經文是取材自 耶利米書第一章 第七節到第八節 各位 耶利米是因為什麼人呢? 他的英文名叫Jeremiah 耶利米是一位先知 先知 先知 也就是語之之類的 是沒錯 但是更加重要 先知是神的奴隆人 他很多時候會審善多世 見到社會各種的現象 而是講一些說話來提寫文重量 耶利米是最出名的 原來他是一位很憂傷的先知 他時時都是憂和 憂悶的一個先知 他見到他自己過街和大人 他們很多時候離開神 於是他就呼籲他們 你們要回到神那裏 但很多時候人都不聽 所以他是一位很大的幽魂的一位仙智 各位同學 今天在考慮的時候 校長很想和你們一起看 這位仙智說的一句說話 我們就敬在心裏面 因為先生說 倚靠耶和華為可靠的 哪日是有福的 倚靠耶和華 各位同學 什麼是倚靠耶和華 是否靠著他 我們什麼都不用做呢 不是 原來倚靠耶和華 大家聽一下兄問他 他就是說 Blessed is the one who trusts in the Lord whose confidence is in Him confident就是他的信心是放在神那裏 他認定了一件事就是 人是有自己的路 人就是手會做這個事 但是最終認定最終成就的 是神 不是人 這樣為之倚靠耶和華 如果一個人倚靠耶和華 他就是一個有福人 所以一間學校他依靠耶和華 這個就是一間有福的學校 各位同學 陪到一間 依靠耶和華的學校 我們為什麼依靠耶和華呢 各位同學 我們每逢 星期一 星期五 我們有組會 我們將一個星期來教堂比賽 同學 或者不知道 我們每逢有全體老師的會議 又或者我們有每一個組的老師 組主任的會議 或者昨天我們開了每一科的科主的會議 每一次的會議 我們都將我們自己交堂比賽 我們盡我們自己的能力去做 但是我們知道最終成就的是神自己 同學 有沒有想過 有時你們出去比賽 我們都會來教掌 一起去祈禱 有時我們出去聽 我們去旅行 我們都會一起去祈禱 其實這個風氣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我們祈禱 我們所做的事都一定適合 一定順利呢 不一定的 是不是我們祈禱 我們去比賽一定贏呢 不一定的 只不過我們每一次的祈禱 我們就告訴神聽 神啊 我知道這個機會給我 我現在就是把這個機會交錯給你 我們盡我們自己的所能 我們所做的一切祈禱的領域 而尼惠詩之外 如果一個有福的人 他就怎樣呢 同學你看一下 他就說他會好像一棵樹 摘在水旁 然後在河邊摘根 那棵樹 它的根是在河邊 你可以想想 它有源如不絕的河水 一直這樣去灌溉一個樹 是一種福氣 這個源源不絕的河水 就是神的恩典 而不是慈禱 如果這個樹栽在水邊 那就怎樣呢 同學你看一下 燃熱來到都不懼怕 因為燃熱一定會清脆 就算來到當行之列 它都何不掛路 而且是異果不知 它是異果不知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今天回到 結果實在有難 神的恩典高興 所以今年我們的主題 都告訴我們 我們摘根 摘根在河邊 我們結果當時的成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當我們的根摘在河邊的時候 我們的心有所屬 因為神的恩典是事事與我們的同在 因此我們就更加有勇氣 去見據我們生命所成在的 各種喜樂和奉苦 大自然有四季 是不是 大家都看到 春夏秋冬很美麗的 四時燈體 人的生命都有四季 因為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經歷 學校怎樣 學校都好像人一樣 學校都有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季節 每一次的季節都有不同的景象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們學校走過的路 筆路 筆路是甚麼 原來是柴 柴車 一個簡陋的殘造車 男女或是一個男樓 是一些破爛的衣服 各位同學 1888年 容易被女士創男女的中學 是很大的困難 因為嘉嘉湖都不願意讓她們的女 進入一間行業 但是她們不安於低微病 另一個人說 靈雨刺刑囤 不甘心的情況 就算六個學生一樣 開學 六個就會說 有些婦女就說 我沒有空 因為我要照顧小孩 於是她們又怎樣 好 照顧小孩 於是她們就在下午 然後就開一些婦女班 帶著小孩一起上課 就是你們帶書包 給你們帶著小孩 一起上課 然後還要開夜校 就叫做夜校讀完 那些同學 今天教了些甚麼 夜晚就去夜校 非常艱辛 但是她們願意這樣做 因為她們有使命 好 到第二個階段 這個階段 就是去到1937年 1937年的時候 正值抗日的戰爭 這個 我們給了V體 就是 《條堂佛根》 知不知道 我們校歌裡面有這個字 是嗎 甚麼叫做《條堂佛根》 原來呢 《條堂》就是禅叫 禅叫 好 要一清夢的 佛根 就是一些爐湯 是煲寫了 滾到寫了 如果湯不能寫 要好的話 所以這段時間 是婚姚不靈的時間 因為戰火來天 各位同學 你們知不知道 戰火來天 還要快點放假嗎 對嗎 打仗 快點關上學校 我們回去吧 但不是 戰火來天 校長都要堅持 做大學 於是她就跟同學說 有沒有人要跟學校一起 離開廣州 因為當時廣州是封閘 很危險 所以她們要去少年 如果她給她的同學 是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她都去過 我請大家去 我去歷史博物 現在二十幾個去 我都覺得 為何這麼少啊 不如不要去 但她那個校長不是 二十幾個同學 帶了她去笑容 怎知道她到笑容呢 一開學的時候 九月二十七號 立刻突破了很多地方 所以開學的時候 不是二十幾個 去到少年有七十幾個人 一起開學 大家看看這圖片 但可能都不太清楚 中間那一章 就是最後呢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家都願學校不願平 因為是大戰 大家都明白 但是呢 培教是不堅持不停的 就在平石這個地方 跟培政中學兩家一起 叫做培政培道 你這個意思嗎 培政培道中學 或者叫做培亂中學 那另外呢 走到後面 這一幅 這一幅是怎樣呢 大家聽聽到他們做什麼呢 已經是戰火熱天了 家校社都被人抓到七七八八了 你看他們都很爛 他們做什麼呢 是開學生成績展覽 還要展覽 還要展覽成績 讓學生的成績呢 有得呢 是表現出來的 我真是十分之佩服 當時撕移他們那種堅毅的精神 直到1945年 於是一位黎青森女士 和一位軍營民 一位男士 一位先生 一位校長 他們兩個在廣州 給他們一千元左右的港幣 叫他們去香港 開一間香港活動中學 於是他們就拿著錢來開 最初呢 都沒有地方的 全部呢 都去一些禮拜港 都只有地方 直到五十年代 你看看這幅呢 這幅就是呢 政府說好 我就被移民禮司到二號 給你們做校舍了 但是政府正是給你們做校舍 所有的錢 全部都要自己籌 原來後來我還看到一段文章 原來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當時呢 這一塊空地呢 是很多人搭了一些屋子 都沒有人 他們就搭了一些屋子在那裡住 所以當校舍說 基本上要去學校的時候 他們是不肯受的 所以學校呢 花了很多的時間 再籌錢 然後呢 逐家逐家送一些錢給他們 安排他們 然後他們走了 他們才開始這間學校 大家也都剛才看到 這個校舍一直用到 是2006年 校舍實在太多了 於是我們呢 就離開了 就清查了校舍 直到今天我們有一個新的校舍 各位同學 一間學校 除了他的校舍 是重要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 裡面的人 我們看一下下一篇 我們看一下 很多年代的老師 多年來呢 陪到的老師呢 都是非常之著名的 出名什麼呢 出名呢 是很關心病的學生 是一個很優秀的教師的團隊 很早點的時候呢 如果你說 如果你有聽王貴話博士 你就知道 當時突然發生 沒有錢交學費 因為在學校呢 最早的時候呢 是一間私立學校 是非常之貴的同學費 好像說 四五十元一個月 在當時來說 是非常非常之貴的 於是呢 我們有些老師呢 見到那些同學 家裡人家有事 不能夠交學費呢 他們自己呢 是自討厭 好像剛才那樣 學生的老師呢 都有一位老師 給他錢去參加一些東西 啊 那些老師還要挺他們的 啊 現在我們就聘請你們 去打火鍋啦 啊 以前呢 怎麼可能聘請你們呢 去看那些交學費呢 那樣的 那呢 在當時呢 就非常之 那些老師呢 都是非常之認識學生 那在不同的年代呢 那老師呢 有很多的付出 那即少婚人 我們都會見到 我們的老師呢 他們呢 是很有教育的心智 和熱性的 對學生也是不理不理 好了 那學生又怎樣呢 每個年代的學生都不同 大家學一下 每一個年代的學生呢 都是有這個特色的 那最初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呢 我們的學生呢 因為是私立學校 那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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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名字是非常之好 但是呢 大家聽黃桂國時上一次的跟我們說呢 其實呢 因為當時我們的學校是中文中學 所以那些同學呢 是不可以考香港的學校的 那當時香港只有兩間大學 一間就是香港大學 一間就是中文大學 那如果你是中文中學呢 你只能考中文大學 就不可以考香港大學 如果我相信在今天 大家就會怎樣 其實不公平 但是當時的同學 他們都自受這個堅守 而且是更加一個法復的讀書 所以很多很多人是法復 反而是那時候 他們是很疲勵 然後他們很多人 因為香港沒有國 於是家庭武的就去美國 家庭武的富裕的就近地去海灣 甚至我讀過聯盟章 有一個人去日本讀 你現在說好了嗎 要讀讀日文 所有東西 由頭來講 於是 在那個年代 很多很多同學 因為他們發分 他們去了美國 很多人讀了博士 甚至有位校友 教授的一班同學40人 到今天 他們全部都讀了博士學位 這個是很特別的 去到那個10年代的時候 我們學校就不再是一間私立中學 就變成一間資助中學 當時的同學 他們的程度很參差 但是我們很感恩 那時候 校長和老師很用心去參與他們 以致到我們學校 可以在2000年的時候 全香港數了30間真正的中學 而我們學校是其中一間的 好了 這個年代我們的學生又怎樣 各位同學 你們的特色是甚麼呢 我會當作一些 我會這樣說的 我覺得現在我們的同學 他們很資訊 和很投入 好像今早早回 當大家問一些歷史問題的時候 我很奇怪 你們是全部都會答 或者那些社群 甚麼部手 你們都這麼清楚 而那位同學呢 當主持說 你可能可以唱校歌的最多一句 我相信 如果是以前的同學 他們都不唱 但那位同學是很大方的 慈祝愛真正義 這些呢 真是 有一種的主動投入 大方的理念 是分別的同學 那麼多的同學 亦都因為社會各方便的專業 接信方便的方法 給你們的理論 都給你們自己的解釋 那麼昨天呢 我們開科主任會呢 這次是校長和老師討論了你們的解釋 但你們聽一下就不容易了 你們是很喜歡上課的 很同入的 不過就不喜歡做功課 這次是校長和老師討論 即是同意了 你們很喜歡做presentation 做得很好的 不過不喜歡背書 所以我們講了很多大計 是對付你們的 各位 學校好像人一樣 在生命裏面 亦有不同的季節和不同的階段 而學校亦都有不同的季節和不同的階段 每一個階段都有自己的達色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每一個階段裏面 都有陪獨的精神 在每一個階段裏面 我們都知道我們是紮鏡 在一個階段裏面 有神如如蜘蛛的影片供應 兩個星期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音樂劇 這個音樂劇叫 Signal on the roof 是一個屋頂上的提琴手 其實這個音樂劇 它的名字是從一個名畫出來的 這幅畫是有一位叫做Marche Gong的一個畫家 是一個魔國的優態人 他畫了一幅畫 大家給我看看這幅畫 或者你回到上網看這幅畫 這幅畫原來他的寓意是很深長的 你會看這幅畫 這個人在彈簧的時候 他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是代表著人生的各種的經歷 人生的經歷是很多很多 但是他的寓意就是 他後面有一個屋頂 屋頂是一個不穩定的地方 是一個我們說很shaky的 很不穩陣的一個地方 但是人生能不能在不同的經歷 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季節裏面 仍然能夠奏出一手蜜蜜蜜的外覆呢 這個就要看人的順念是怎樣的 各位同學 我們要順念什麼 我們的順念就是 神造萬物 國安其事 成為美好 各位同學 星天都說 心有事 死有事 煙燒有事 賊毀有事 報收有事 社稀有事 詩戀有事 奉獲有事 奉獲有事 有事 有事 不明白的意義是什麼 但是 神從此之中的作為 我們是不能夠明白 不能夠參求 我們只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堅信 在主裏面的 神裏面的時刻 是美好 他做了 他做了 美好 在他的時間 尤其是 他做了 看看 我們 我們